第17题,关于绝缘体与导体的叙述,下列何者正确?绝缘体无法带电,也不能导电,这个是错的。绝缘体不导电是对的,但是绝缘体我们可以靠摩擦几电的方式让它带电,选项A是错的。 选项B,绝缘体带正电的是因为得到质值是错的。我们东西带电都是因为得失电子,得电子的带负电,失电子的带正电。 所以带正电的原因是因为失去电子,不是因为得到质值,选项B是错的。选项C,导体带负电是因为失去电子,这也是错的。 刚才讲过了,我们得电子的是带负电,失电子的是带正电,所以导体带负电是因为得到电子,而不是因为失去电子,选项C是错的。 选项Z,导体可以带电,也可以导电,这个是对的。我们所谓的导体就是可以导电的意思,那么我们可以利用所谓的感应起电,或者是接触起电的方法, 让它能够带电,所以选项Z是对的。第17例,我们说下列何者正确,我们答案选的是Z,导体可以带电,也可以导电。